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 minecraft 今次回來就繼續玩村莊生活 村莊生活 上集說到, 建了這個地圖 做了兩幅板塊的Puzzle 遲些就會陸續填補其他範圍 當然這個範圍也不是很大 我遲些也會再加 有些新的村民 我不是這個舊 原來你是石獎的 說起石獎的話 我可以加換黏土給他 所以其實在村莊裡 那些綠寶石真的無窮無盡 我找的石獎去哪 這個是你 先換六顆 五顆 去哪裡 醒醒啊 紅磚頭 浮雕石 又是石頭換六寶石 基本上都是那些東西 沒什麼大分別 好 今天寄宿在街上 竟然沒有床分 回到家又被人霸佔住床 我決定今集 開始 開始 裝修一下村莊的地下商場 地下通道 或者叫做地下 地下商場 或者叫做地下公寓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這個位置 OK 因為我發現 這個位置 其實放空置座 沒有東西放 這裡有個空間位 不知道放些什麼 不如用來建建 用來建一些 建一些地下城 OK 我預計應該是 這樣的高度 差不多 其實可以做地下屋 行不行 好像有點難度 地下屋 那個橙爆了 就算了 好 好 來 建造 了 現在 有 好像 還有 小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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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不 這裡不能挖 這裡已經穿了牆 材料を的ч時々潰伞 切成 油分 紙 油分 紅包 油分 砂糖 油分 黄沫 油分 冷え 熱湯スタイム 油分 皮 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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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兩個橙都已經爆了,而且裡面也沒有火把 現在回來拿些材料 好,大家看到現在這個空間應該可以有一個圈,中間就有一個左擋物,然後左右是可以走的 然後我都會思考一下應該怎樣建,或者怎樣建一間屋,或者是地下的通道呢,現在還在想著 已經有村民下來了,這麼快手 好,圍了一個圈就掘到一層,現在基本上就不會受到一些高度的限制 這裡可以開一間房出來 開一間監獄 開一間監獄出來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先站著這裡 因為那個工程和我暫時沒有那個概念的藍圖在這裡 即是未試試好應該怎樣構思地下商場 所以呢,就等下集回來再看看,再用什麼材質,或者怎樣裝飾 這些都是等下集繼續 然後呢 現在要做些什麼呢,不如我再填多兩幅地圖 應該是夠材料的 皮夾只有一幅 不要緊,我現在馬上出去拖牛 殺 免費拿到它的薯仔 還可以用薯仔和它交易一些東西回來 反正是完全是大勝利的 為什麼上面有鐵巨人 是不是有鐵巨人會走出去的,我也不太明白 三張,六張紙夠不夠嗎? 夠,好,非常好 這樣吧,然後再弄這個 那不要緊,我們等下一次再弄那個 第四幅地圖 先回去對一對那個位置,我現在應該向哪個方向走 好 現在我的方向在這裏,OK 就在這裏吧,不如近近地我們在那邊這個位置開 這個位置應該開到 3,2,1 砰 唉 拿了盾 不對 盾可以在這裏,剛才拿錯了 砰 有了,OK,OK 原來有一跌,有很多石的範圍 原來周圍都... 好 又砌圖了,砌下去了 這個位置相信應該就是這裏吧 沒錯 唉 啊,成就感出來了 各位 滿足感出來了,很多岩石 很多這個鵝卵石 即是普通石頭在上面 這裏很多樹 OK 幾漂亮,真是不錯 我看著這個都很舒服 很想砌一個大的地圖 OK 好 今集時間先玩到這裡 我們下集回來繼續這個村莊生活 好,下集再見 拜拜